谢雷!《九国英雄演唱会》披露棚恰恰任嘉宾!连上六小时电台通告不烟不酒饱揽喉咙。 自1964年出道以来至今,已经出版了超过100张专辑。 谢雷是台湾第一位出版国语专辑的男歌手,也是第一位销售货百望章《不计盗版》的男歌手。 代表作品有多少柔情多少泪,苦酒满杯,《九国英雄》等。 1964年在台视现场直播节目《寻星会》,与张吉合唱了《月下对口》,因此大获观众好评而爆红。 谢雷! 谢雷见证了整个台湾歌坛的发展史,在目前唱片最萧条的环境下仍有死中歌迷市场的捧场支持。 谢雷表示现在的环境和过去不同,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时间也有限,所以仅仅把握住每一次能站上舞台的机会。 而以个人演唱会的形式是最能面对面回馈歌迷的方式。 虽然最近曝光有点多,还是一定要宣传一下今年6月高雄个人演唱会开始售票这个重要的讯息。 个人演唱会将在今年6月登场,今天特别办了记者会通知大家开始演唱会售票的讯息,同时现场与乔右线唱《九国英雄》等歌曲。 《九国英雄》等歌曲。 联想中,也披露出了彭恰恰将担任特别嘉宾。 谢雷表示这次曲目中还有首《想你,想你,我想你》,也会唱于龙华,蔡小虎,红荣红的歌曲。 谢雷表示最近一连上了六小时电台通告,所以喉咙有点沙哑,会用休息保养喉咙,也不抽烟不喝酒。 这次嘉宾都是找过去和自己很有缘分的合作搭档,同时将有香港歌迷会特别来台。 谢雷表示这些都是老歌迷,所以常受邀请香港举办歌友会。 曾经有疯狂的歌迷下通蝶以结婚为要求,否则取消举办歌友会。 谢雷2018年个人演唱会将在6月30日高雄文化中心登场,自此谢雷将演出《多少柔情》《多少泪》、《曼丽》、《夜空》、《离山吃情花》、《苦酒满杯》等等经典歌曲,满足歌迷的期待。 十七分之三,早上九点,年代售票系统已正式开卖。